溫度再上升 台北地區20度 新竹地區20度 往南走 台南高雄22度 東半部20度 在馬祖地區偏涼16度 持續來看到 在今天冷空氣持續遠離 在台灣的環境風場 偏東南風 好 風場再過來的東南風 使得今天在東南部 雲浪稍微多一些 有一點零星的降雨 其他地區都是多雲倒進的好天氣 白天的氣溫持續的回升 中部有機會來到28 29度 南台灣甚至有機會來到30度 好像是夏天的感覺 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晒 而未來本來 預計在禮拜天有個封面要接近 不過時間往後了 到下週一 下週二 這個時間點 中部以北地區開始說影響 會出現有一個天氣 另外氣溫也會往下降 不過在這之前 再到了週日 都是非常理想的天氣 好好把握一下戶外活動 還是滿適合的 好 來 看到今天注意哪些事情 今天在北部地區 10樓到28度 南台灣地區有機會到30度 以及在東半部地區 雲量稍微多一些 有一些零星降雨 降雨機率來到30% 外島的澎湖金門馬祖 今天也都是太陽露臉 太陽露臉今天要曬衣服滿適合的 全台各地都是適合到好天氣 只有在東半部 因為雲量稍微多一些 注意些天氣變化 山區會降雨 不過另外要提醒的是 在今天空氣品質 西半部是比較差的 所以這個過敏 有關過敏的朋友 多加留意 小丁寧提供給您 今天晴隆穩定天氣 出門注意防曬 另外多多補充水分 還有就是日夜溫差 依舊是比較大的 早出晚歸記得多 下集